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拍摄这个古剑集团2 然后之前也是拍奇闷顿家 也是古装打赞之前 就是大家刚刚看过的功夫瑜伽 也是功夫片 所以就挺迷恋这个舞蹈戏 接下来还没有确实的计划 但是应该离不开打这个主题 这个很简单 我觉得在唱歌这个领域 无可质疑数一数二的 就是王力宏 那在演戏这一块 无可质疑也就还需要进步空间的 就是李志廷 北京的朋友呗 对 因为现在就比较多的时间 就待在北京 对 就是跟很多朋友这个互动啊 对 聊天啊 吃饭 录穿啊 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感染到了 出租车 怕一夜惊喜的时候 我要说一句台词是 呃 没事 楼下已经有出租车等着我呢 进来坐 不了 楼下有出租车等我 然后我就说得很快在现场 但是说得一塌糊涂下 没事配音 配音要自己配的时候完蛋了 没事楼下有出租车等着我呢 哎呀 每次都说不好 这连比赛要常理 大家最爱困扰 最爱困扰 哈哈哈哈 呃 容不下 主要是 对 所以我带人的手机都是有个特质镜头 这能讲起来每次面的方言语吗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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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妈呀 这算是吗 这准确是吗 咱咱咱咱咱咱咱 非常感谢班哥们你误会了 说什么 这时候得做事吧 敷热水带很重要 因为女生其实不发面的时候为什么会疼 是因为受寒其实 女生是千万不能受寒的 尤其是这个部位 所以一定要用那个暖水带捂着 嗯 各有千秋 但是我好没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夫仔身材好 他是属于那种 先天就已经有很好的条件 然后他又非常努力 所以身材真的是 没了顶啊 应该是谢霆锋吧 他也算是我第一个真的真的去买票 然后去看演唱会的艺员 因为爱 所以爱 感情不必拿来看看 最近一条朋友圈应该是更是关于功夫瑜伽的吧 功夫瑜伽破十七亿的时候就发了个朋友圈 我手机笔纸是李小龙 他应该写着的话是 don't pray for an easy life pray for the strength to endure a difficult one 我手机笔纸是李小龙 我手机笔纸是李小龙 他应该写着的话是 don't pray for an easy life pray for the strength to endure a difficult one 你猜是谁 没想 我自己录 我写的那首关于回家的歌的时候哭得蛮厉害的 对 我很少会就录歌 呃哭到录不了 嗯好几次就唱着唱着就因为哭 所以就唱不了得得歇一会再再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